那我今天要講的就是四章三 OK,對,大概是這樣 然後先講一下 classical condition 的幾個詞的定義 剛剛在影片裡面有聽到什麼 unconditional stimulus OK,我先講一下unconditional stimulus 還有 responses 的意思 unconditional stimulus 就像是那塊肉一樣 就是那塊肉拿到那個狗的前面 然後狗開始流水 所以肉對狗來說 那個肉就是unconditional stimulus 然後unconditional responses 就像那個狗在流口水一樣 所以在接觸到肉了之後 狗就會開始想流口水 這是一個自然的反應 就是你生下來沒有經過學習就會的事情 就是unconditional 所以unconditional就是拿食物給你 然後你看到我受到刺激 會受到刺激就是 你生下來你就會受到刺激 你生下來沒有學習過 所以你就會 你就會開始流口水 然後這流口水就是這個反應 就是you are OK,然後conditional stimulus 就是他剛剛講的是 當給你肉的時候 然後同時又咬那個鈴鐺 所以那個鈴鐺在久了之後 他就會被訓練成 好像只要有鈴鐺就會有肉 所以他同時也會開始流口水 所以他在訓練的時候 就是unconditional stimulus 就是講 當你 就是你生下來不會 但是你是後天被訓練成會的 而且這個會是因為 是會導致那個 you are這個反應 然後conditional responses 就是你今天搖和鈴鐺之後 他的反應是什麼 他的反應就是他會流口水 這就是conditional responses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一個 俄國人的名字叫Pavlov 他就是做了這個實驗 他拿自己的狗在玩 他的玩法一開始就是這樣 就是先訓練這個狗 在有食物的時候聽到那個鈴聲 然後當然這個鈴聲 在之前的時候是不會有反應的 所以他是應該擺在自己前面 這個鈴聲在搖的時候 這狗是不會有反應的 然後他就開始訓練這個狗 在看到食物的同時也咬到這個鈴 然後狗就會開始流口水 在經過好幾次的訓練之後 這個狗只要一聽到這個鈴聲 在響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流口水 那個鈴聲就是 conditional stimulus 然後沒有看到食物 就開始流口水這些事情 就是conditional responses OK 然後 OK 在這個邊 就要講到那個classical condition的model 也就有兩個 一個是那個 Westcola-Lagnar的model 另外一個是 這個前面那個RW model 延伸出來的TD model 叫Campro Difference Model 然後 然後 我等一下可以把那個 偷偷一寄來 所以 大家不用急 要放一寄 OK 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到 open share 那個轉 或是 願意的話 公開到 那個社團 也可以 OK 可以 我是盤先生 喔 沒關係 對 因為早上有事 然後就 對 所以 如果各位 覺得 OK的話 可以 倒下來 現在嗎 因為 我不曉得 會繼續 用 還要 還要一陣子喔 因為才剛開始而已 要 要移嗎 對 因為 樓下也是 也是有問題 好吧 這樣我們原本 是 預約樓下還是 用樓下呢 OK 這邊 場地 OK 好 很想拿 OK OK 好 啊 先介紹這個 什麼 W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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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那邊 都會有人想說 想不出來嗎 OK 好 然後這個Model其實就是 一樣是從實驗裡面觀察到動物的行為 所以歸結出來一個數學模型 然後 他最主要的用途在這邊呢 就是 他要能夠 就是 把不同CS的影響 數值化 所以 所以 他 對 然後他有非常有著名的特性就是 假如你有先Pretrain一個CS之後 就是一個CS對一個US之後 第二個出來的反應就會沒有辦法對到這個US 比如說剛剛那個狗在響鈴鐺這件事情 那狗在響鈴鐺可以流口水 那假設 他的假設就變這樣 就是 狗響鈴鐺流口水 但是你假如狗在響鈴鐺的同時 你又給他看一個 黑布 那那個黑布對於 他學習流口水這件事 效果就會比較差 會差很多 對 所以 基本上這個是 就是 狗在學習完 聽鈴鐺之後 再讓他看聽鈴鐺效果會很差 所以 就是這個Model一個非常 非常 就是 有特 有特 有特色 然後 所以 簡單講就是 動物 他的總結一個講法就是 這個動物只有在 他第一次接觸到 就是他被 驚訝到的時候 開始去學習 學習起來 這個對他來講 學習成為最好的時候 對 然後 等一下就會講到那個 什麼 Aaron 簡單講這個Model 就是 Aaron 最高的時候 我們來學習這個 OK 所以我們再看這個 就是 這個圖案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是 很多個CS 對到一個US 簡單講就是 搖鈴鐺 會產生流口水 然後 他中間的 就是CS和US 中間的關係 叫 associative strength 就是 他和US的關係 這樣 然後 然後 我先講一些基本概念 你等一下看那個 公式的時候 會比較好動 然後 這些 associative strength 加起來的時候 就是要 就是 加起來 associative strength 對 然後 OK 所以 他公式出來了 他的公式就長這樣 他的公式 OK 好 他的公式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是 他 這個 αA和βY 這個是Lending Rate 然後 這個Lending Rate 要去乘上 RY-VAS RY-VAS 這件事情 就是那個 而且他會用實際的就是 可以導致大家看 這樣大家會比較好理解 就是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 嗯 這個 RY其實就是 US 這個US 這個US 然後 那個 V-A 就是 Augate associative strength 就是 那個 VA和V-X加起來的東西 然後 那個 Delta-VA 就是 CS的strength 就是 這一次在學習的時候 這一次學習的 CS的strength 有多少 這樣 所以他是這樣 就是 等要看到很多的trail 就是 他會 學習過很多次 然後他就會跟他 加起來這樣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 公式的推檔 這樣子 就是 就是 嗯 假設他的那個 那個 就是 假設 然後假設 這個 RY 是E的時候 那 嗯 所以一開始的 那個 VA是0 VA不是那個 Delta-A VA VA是0 那 他的那個 RY就是E去減掉0 因為 那個 啊 對 RY是1嘛 然後 這個是總和的那個strength 所以會是 啊 E去減掉 他就會一直E 所以他的Delta 這次學習到的東西 就會是 啊 Learning Rate 0.2的時候 他這次學習到的東西 就會0.2 然後他第二次在學習的時候 是這樣 就是 他的VA會是0.2 從0.2 從0.2開始學 然後一樣 他的RY是E 然後 去減掉0.2 所以0.8 然後0.8的去學 Learning Rate的話 就是0.1 所以他這一次學到的東西 他這一次學到的那個 CS transfer是0.16 然後再來第三 第三次學習的時候 就會是 前面的這兩個的總和 就是 他已經學過的 他已經學到的東西 就是EA 那 他這一次 他在去減掉 一直在去減掉 他已經學過的 就他還有哪一段還沒學到 所以他是慢慢把 慢慢把它讀起來的概念 就是 比如說你搖零 第一次搖的時候 可能我學到 50%這個搖零的幾率 會是 流口水 然後第二次搖的時候 我會變60% 我確定他會變60% 第三次搖的時候 我確定他70%的幾率 會 會有食物出現 所以我會流口水 所以第一 再來就是一次一次增加這個 這個 就是CS的Strength 然後 OK 所以 第三次 第四次 對 OK 所以 在學習正直的時候 大家在看那個 就是 RY-VX 還是有局限D-的 簡單一點就是 這個 這個 model在 在 預測 的 錯誤率會越來越小 因為 比如說我今天搖零 第一次 我的錯誤 我現在認爲他只有50%的幾率 會 所以我的錯誤率就是50% 我第二次搖的時候 我認爲才有60%的幾率 會有食物 所以他錯誤率就是40% 所以錯誤率會逐漸接 逐漸由 他學習次數的多廣 逐漸降低 所以會整個問題 對 然後 慢慢趨離平緩 因為學歷多次的時候 他的那個 就是 他學習的率會越來越 他每次學到 增加這個 那個 CS到BS的觀念會越來越小 所以 他學的東西會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我們就是慢慢地 變得更精準 你可以去預測 然後 再看那個 就是 這是告訴大家 我們在看 他學到了 就是 CS 那個總和 這個總和呢 就是 A的 associative trans 那這個總和會 會隨著 隨著那個學習的次數慢慢提升 然後區域提換 簡單講就是 我今天學到 搖鈴鐺 會有食物這件事 我從50、60、70、80 一直學上去 我覺得慢慢的 就是 那個學習 就是學習會慢慢增加 但是 會增加幅度 就會像 一開始 比如說我第一次學習 就學到百分之五 第二次學到百分之十 第三次可能學到百分之三 這樣 會慢慢地體減 但是 它會整體會 會逐漸增加 這個學習 趨勢一生 所以這個是有 真的有做動物實驗 對 他們真的做動物實驗 那 那是說最後 不管怎樣學習 他的效率 最後一定都達到百分之百 是不是 還是會有 還是會有 比方說可能學到九十五 是這樣 他們當初在學的時候 他們就只能發現 有這個規律 然後發現有這個規律 把它變成數值 但是 你都可以說 會不會有到百分之一百 我覺得 在 在理論假設下 是可以的 但是實際上 因為他還有很多其他的那個 其他的刺激因素 所以他後面會講到那個 那個窮年頭的時候 他就是假的 他就是讓他人去不斷 但這個就是 他順利有一個時間斷 然後你學了 然後他打斷你 然後你再從學一次 然後他再打斷你 再從學一次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他的確就是 對 這個是古典制約的一個數學模型 那這個模型其實有一些沒有更實驗 沒有match的可能 待會會強化 所以後來會用強化學習的TD learning 他有進一步改善 待會你們會進一步做 對 我要問的主要的重點是說 他強制要把一個因素連到一個因素 我的意思是說 他最後會不會達到百分之百 還是說到學期他有個上限 他可能到最後是九十八九十八 我要問的重點是這個東西 你讓他模型來講好不好 他只可以到百分之百 可以是到百分之百 剛剛理論這樣 對 因為他其實一直收斂了 所以他其實在算誤差 逐漸在縮小那個誤差 這算古典日約的第一代模型 基本上他之所以會留存下來 就是說 他跟實驗 真正的動物實驗的data 彼此大部分是有match 所以這個模型才會變成一個經典 這個模型的確是一個經典 然後後來那個發展出來的data model 另外一個經典 ok ok 現在這個都是單一因素 就是一個cs對一個us 他在學習的過程 那接下來就看兩個 兩個cs對一個us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現在就把下面這個vx也放進來 那vx在這邊 好 比如說從第七次開始學的時候 因為我後面那個都用約等於 不然他那個後面小數點太多 寫起來也很長 也不太好 不太好馬上可以看得懂 ok 所以 基本上他在第七次的時候出現了另外一個steamers 比如說我已經學 我學那個狗搖鈴鐺 然後狗已經學到了那個搖鈴鐺的痛水 然後我再給他看一個黑布 然後再搖鈴鐺 然後看他要怎麼發明 然後這邊看 他以model來講的話 我會發現他其實學的 他第一次學習的東西 他第一次學到的是0.052 跟他第一次學的0.02 這樣差很多 然後再來第二次他學到的是0.08 和他第二次學到的0.16 也是差很多 然後再來慢慢的他這個才會 就是慢慢的增加 這個現象就是我們剛剛在講的 就是blocking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 學習率在 在那個 對不起 我忘記了 對 在學習A的CS的時候 他上升的速度其實是很快的 就是他可以馬上學會這個數 當他學會了之後 從這邊第七次開始學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這個 X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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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學的東西就會比較慢一點 對 這就是 這個模型在講的老題 所以 當 當CS-A 先學會了 US的時候 後面 要再進來 就是CS-X的時候就會 學的數就會很慢 而且很困難 因為只有在 所以這個model 他為什麼會講說他只有在第一次學到的時候 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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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被學的特別多 也應該這邊 OK 但是就是 聽起來好像是怪怪的 他現在是說 要把 一開始是要把鈴鐺跟食物連在一起 對對對 你再來是要把黑部再加上 對 他的意思是說 要讓鈴鐺跟黑部他都想要食物 對對對 那你是說用加上去的我就比較奇怪 我的意思是 他照理說 他應該重複一個實驗 就是黑部加上食物 再把它train一次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跟時間有關係 這跟你訓練的時間有關係 所以訓練的時間有關係 就是 因為這個 什麼 RW model 他一開始在考慮的時候 他只有考慮到 我要訓練 就是 而且他有不同的狀況出現的話 怎麼辦 那 後來 後來別人就發現了 OK 那個有timing issue 就是我學習得早 他學習得晚 或是我重複 在同一個時間 重複學習兩件事 或是 學習到兩件事 當然這兩件事都沒有發生 他就會開始講說 OK 那怎麼樣 這個 delta va 和 delta vx 就是 每一次他學習到的 cx的strength 有多少 所以 當然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來看吧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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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他講過可以說是 就是 CR的strength 但那個是 就是 比如說我今天學到了 7成的 遙音當可以流口水 那所以 遙音當流口水這件事情 有7成的話 就代表 我知道 就是 這個反應 就是我遙音當的反應 會有7成 所以 他又可以說是 這個v 又可以說是 它是一個CR 我打斷一下 之前 之前有在 Style Deep Learning 這邊的 後面的 刮五項 就是 Deep Learning 模型 講的 object function 前面 這個alpha data 就是 learning rate data 就是 gradient 你把它對應到神經網路 它其實就是同樣這樣的關係 所以 等一下 那 剛才講的 你講的那個 Running Rate 就是他剛才講的那個意思 第一次是50% 再來 慢慢慢 就前面那個 alpha beta 對 所以我們在做 那個 deep running的時候 那個rate 是我們自己可以調的 是不是 對 對 好 就是你會有一個 initial的value 就算你要調誤差 那你每一次要 jump的多少 對對對 那在 在deep running的 classical的問題 通常這個數值 大概都是 0.1以下 可能是0.01 然後隨著後面的 步驟 越來越趨近的時候 它會越調越小 一般簡單是固定的 那比較複雜的模型 它會隨著 越來越收斂 會越調越小 對 對 對 為什麼它會有兩個代表人類 因為這是生物的模型 所以它需要一些更多的 控制因素 它是一個固定的變動 它是一個固定的變動 因為它現在 我們是在講release volume 竟然不是在講真正細節的 心理學模型 所以這邊就沒有去討論說 這模型的每一個細部是什麼 我串了一次 或是我 因為它那個alpha 對上的那個標號是A 那個A本身它應該只是你那個刺激物 對 那種不同的刺激物會導致你不同的alpha 然後Y本身是比那個動物 對 那個反應 就是那個 A1-D型的steaming 對 所以β是指那個動物的那個反應的反應程度 對 對 所以它是四成兩個 是 然後 然後 後面那個就是 plation error 這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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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好我們剛剛講到這邊 就是 所以V這個東西其實就可以說是 在這個model裡面 V就可以說是 Rx的 R CR的那個 的強度 ok 那再來講到的是 TT model TT model就是 Based on今天這個RW model的東西 那 它其實在考慮就是 它有那個 就是temporal dimension 其實就講的是時間的問題 因為 你在學一個新的東西的時候 它會有實踐性 然後 等一下 然後 然後 它有人在解釋的那個 就是 嗯 它會解釋的就是 那個 這個時間性 就是 在我過去的經驗 還有 我現在在比較經驗的 一些 就是 交叉不對 然後 它有講到那個 second order condition 那我講一下 什麼叫second order condition 就是 first order 就是 primacy condition 意思就是 ok 我今天 我今天 吃飯 我可以獲得最大 最直接的滿足 所以我吃飯 那 second secondary的condition 就是 secondary的unifference 就是 就是 我今天假如 再餓一點 我吃飯會更開心 所以我要再餓一點 這叫second 所以 它這邊還會考慮到 就是second order condition 然後 然後 那個 TV model是一個很重要 就是在real time 理事來講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特性 因為 嗯 它是 它是你直接在當下 就是你在訓練的當下 當個trainer 它就會有反應的東西 所以它不會是 比如說 嗯 我知道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我未來的長工作 跟我的學歷有關係 所以我現在要好好的運輸 它不會是這樣 它是 我現在馬上判斷 我要這個 或我要那個 這樣子 所以 後面再講那個 instrumental condition 的時候 常常會帶到那個 TV model 就是因為它有real time 這個特性 ok 所以它是real time 人名 然後real time 然後 ok 嗯 對 反正它是有點像模擬 那個動物的那個神經 的做法 然後 他說這個東西在15章會提到 所以 代理你們在 ok ok 然後 我們看到那個公司 跟就你那個人 阿達比一媽都差很多 然後 這個公司呢 我自己 因為這個公司有點複雜 然後我沒有看懂 它裡面的細節 所以 我沒有推到給大家 但 所以這第六章 會講 第二章就是在講 GIDI和你 ok 好 就 ok 好 然後簡單講 就是它還是在 在那個 predint每一次的 associated 的strength 然後t代表的是 時間 就這裡面的t都代表的是 時間 然後 當然它裡面有一些 很熟悉的東西 比如說 lending rate 這個是上一個時間 他用的是t加1 時間度的strength 所以是上一個時間度的東西 上一個時間度的strength 加上lending rate 還有predintionary 我們那個 剛剛有一個括號的 這個predintionary 變成這個玩意兒 然後 它的成長的status status就是 我現在動作對這個東西的反應 這樣 所以 然後那個predintionary 我們就可以展開成下面這條公司 然後下面這條公司 就可以展開成這條公司 所以大家講得好奇 這個到底要怎麼推檔的話 可以去看362頁 這個 下面那個w 那個就是wate 就是類神經網路的wate 右下角有沒有 x 括號 x就是輸入 就是wate 才能輸入 對應到neural network 所以 你說如果它對應到neural network 那它這個time series model 跟你多層的neural network 相像嗎 它可以套在neural network上去實現 對 我是說套上去的時候 是代表它跟neural network的一層一層 是一樣的意思嗎 還是不一樣 呃 它沒有 它沒有直接equal 沒有直接equa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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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能是比較出淺的模型 對不對 它這個time step 也沒有限制說 它那個間隔是多長 對不對 比如說它也沒有連格限制 到底是一天兩天 對 沒有嘛 所以全然一定是代表時間 對 下一個狀態 next step 但是 應該是time series 沒錯啊 第一次選第二次選 因為 因為state 基本上是sequence 所以它一定跟 一定是time sequence 對對對 那就是說 以reference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它不代表等於time 不是完全等於time 它是在表明這個狀態到下一個狀態 好 那個s 其實 只是把那個 圖地的那個v 對w的圍伸出來的東西 就是 就是 以身後面那個s 這個 這個s 據我所知 它代表的是在那個時間點 就是這個動物的狀態 所以它並沒有 講得那麼詳細說 那是一個微分 或是什麼東西 若反神經網路 是不是只是把 把這個 delta t 對 或應該是v v對 v 對 v w 取多一點 把s翻掉成這樣 不是 我想這個 這個留在後面 因為 後面其實 尤其 我記得好像不知道幾張之後 它其實就有一些 跟neur network 是combine的東西 好 ok 然後 喔對 剛剛像那個 Jason講 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 時間點加的狀態 所以它是 會一直累加的 所以它這個是零到零之間的一次 就是它每一次狀態一口 會累加上去 對 所以 對 然後 大家有些去的話 可以去看 正白的設計 特別是 這邊的 先提一下 可能大部分 都還沒有讀這本書的前面幾張 這邊的 st 它本身 其實才是一個function 叫state function 那 這在reforce setting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前提因素 就是現在這個狀態的一個函數 必要取得 然後 你要去 預估下一個狀態的函數 要做prediction 所以它 它 它是 在reforce 它是一種value function 價值函數 它是要評估的 你現在的狀態可能 是已知的 或是 或是大部分已知的 那接下來狀態 你就要透過目前已知的 跟你從 目前狀態 feedback 這邊 就是reward 那 為什麼它寫t加e 因為reward 是 你做了一個行動之後 它 在reforce 叫action 你採取了一個行動 比如動物 有一個反應之後 從 內在 或是環境的一個反應 就是 這邊的r t加e 所以它是 t這狀態 做了之後 產生的一個回饋 那通常這是一個real real number 那我們透過這個reward 它也可以是一個function 一個reward function 跟state function 跟我自己的action combine在一起 然後這個td model 其實就是在講這之間的一個誤差 那細節我們就等到td learning的時候再來討論 謝謝 OK 這樣問題比較好懂 對 好 OK 所以我們來看到就是 這個model 就是它有幾種實驗的假設 就是要分成三種 一種 一種 第一個叫什麼 complete serial compound 然後第二個叫 microspeneury 然後第三個叫 predescence 所以這三個的差別是這樣 就是 它今天在 CS發生的時候 這個是外在 這個是內在的狀況 這是外在的刺激 所以內在的狀況 因為外在的刺激是 就是 用這樣的防止刺激 所以內在的狀況會 就是 它一直被刺激到 然後到最後一個點就是 連結上US 然後 中間那個的話就是 它的刺激逐漸趨於平緩 然後一樣 它還是連結到CS 最後一個就是 它的刺激是兩斷的 然後最後 最後就是產生CS 然後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叫 CSC的這個模式 它是 就是在時間上一常用到 但是它還算是一個 比較科幻的 就是他們在講叫Fish 的一個 的一個 就是 實驗的 方法 因為基本上 在真實事件 不會出現 這樣的模式 那反而是中間這個模式 比較會在真實事件 出現 就是大家也知道 就是一般 刺激的時候 外面刺激的時候 也不會是一直 同一個強度 在同一個時間段裡面 一直連續的刺激 一般都是 有強度的 就是 增減這樣 所以第二個是比較真實的 那第三個就是 很常用在模式推導上面的一些應用 這樣子 然後 再來我們就要看 就是這幾個 就是 這些外在 這些外在刺激訓練 CS之後 它那個實驗的數據 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 它跟前面那個RW model 也打一些最不一樣的地方 OK 第一個叫做 Facilitation of Remote Association By Intervene Stimulusi VT Model 簡單講就是 大家就有一個remote remote的CS 叫CSA 這個CSA 它不是直接按US 它不是直接接上US的 所以看這邊斷掉的這個點上 它是CS的 因為US接上的這個開始 是有時間落差的 但是他們就實驗人發現 大概 這是實驗80次的 意思嗎 實驗人80次發現 假如中間有卡一個CSB的話 這個CSA的 學習效果會比較好 那 假如沒有卡的話 這學習效果就會 底下就 這條線 就是學習效果就會比較差 所以在TD Model上面的話 它就是 在CS 和 就是 只要中間有在卡一個 假如它是 假如它是叫remote 的 就是remote 就是 它假如不是直接接到US上面的 的 的 CS的話 中間會卡一個H 效果會更好 這樣子 然後 這個和TD Model 其實現在開始在討論 討論的東西和RW Model 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有沒有看到上面以前有時間段 就是 它現在在討論一次 它有每個時間段 不同的時間段 它會造成什麼樣的學習影響 然後 這是第一個 再來 第二個 比較著名的例子 叫做 就是 有一個叫Ager Miller 的人 他做了一個實驗 然後 他做了一個實驗 好像是 兔子的實驗 就是 他把那個兔子 就是他拿來東西 去弄兔子的眼睛 都沒有真的弄到 然後兔子會一直砸眼 所以大家知道這的話 他就是 歸尊 歸論出這個實驗結果 就是 他今天講的是 A和B 就是A的刺激時間多超 B的是刺激時間比較多 但是 基本上都是 基本上 其實是有重疊刺激率的實驗 然後才發生US的話 就是 他會增加 他會降低那個 CSA的 他會 他會降低CSA的學習降低 所以簡單講就是 當CSA出現的話 CSA會降低 當CSA出現的話 當CSA沒有出現的話 CSA會學得比較好 這樣子 OK 然後再來講到的是 剛剛那個Blocking 就是 有講到就是 假如同事訓練的話 應該要怎麼訓練的問題 所以他可以講到 這個TD Model 還另外的 就是 和以前 RW Model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他可以把那個Blocking消除掉 簡單來講就是 你今天學了一個東西 比如說 狗咬鈴鐺 然後 今天 你想要讓狗再學一些別的 就是 想要再 讓他有不一樣的 就是 就是 想要把那個 咬鈴鐺也消掉的話 是有辦法填消的 那這個實驗 他其實在做的就是 狗咬鈴鐺 然後給他看一塊年步 然後 當 咬鈴鐺的同時到最後 給他看了黑步之後 讓他 有這個 食物 這樣子 所以 就是這樣一直持續持續 持續到最後就會發現 假如有 假如有 就是 CSP是已經先訓練好 就是咬鈴鐺 然後 這個是 所以 當他先看到了黑步 然後再咬鈴鐺 他要給他食物吃的時候 就是 他 就是有 有黑步的狀況 會讓 那個 搖鈴鐺的效果 會逐漸減弱 因為他會覺得 就是 就是 他會 他會逐漸減弱他的那個 就是 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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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零噹的渠成 確定 因為我看書的時候 一樣 就是那個圖的 那個 又下車圖的 WCSA 他就是標錯 應該是WCSP吧 其實我也覺得很疑 因為我在 我在舊版的 書上面看到 他是寫B的 對 因為 從語意上來講 他應該是指說 CSP的強度 他是1.6 這麼高 所以他訓練好的 對對對 然後有 CSA 還有 CSA 其實他自己要不停 因為這個就是他這個新版的書 和舊版的書差別在於 他加了這個 AB 我不太確定這個 還有那個改掉了 我不太確定他那個到底是不是 他寫錯還是怎麼樣 但是的確那個是 那時候我在看的時候就有點混掉 因為在舊版上面寫得很清楚 是在那個文字上面也描述得很清楚 就是他先訓練了 B 然後訓練了 B 訓練好之後 然後就出現一個 AF 然後那個 A 出現的時候 B 會下降 就要下一個調適 但是我們又不太懂 他那個 Y 軸又怎麼會擺那個 CSA 這樣 對 那上一頁他的那個 上一頁這個地方 應該也是 也是也是這個 也是這樣的狀況 對 我是說上上一頁那個模型 他的 CSA 跟 CSA 沒有重疊 不是 他們是錯拍的 對 他們錯拍的 所以錯拍的情況下 他反而會增強搖零這件事情 對對對 他是這樣喔 就是 當你在搖零 比如說你搖零 然後你隔了 10 秒之後你才有食物 對 然後這樣狗就會覺得 這個搖零好像跟食物沒什麼關係 當你打零在搖零了之後 給他看了一個東西 你會給他看了一個快樂路 然後再給他吃吃路 這樣會增強他對那個 學習搖零這件事的想法一分 這邊有一點點錯誤喔 這兩個沒有 Overlabel 的 DUS 這樣的實驗室 你一看 比如說你原本是給 CSB 這個刺激 OK 所以 當 這個實驗的動物 他有一個刺激之後 他就會產生反應 激烈的反應 那這時候 你在這個刺激之前 加給他另外一個刺激 就是 Ender CSA 再給他一個新的刺激 那 Training 幾次之後 他對於 CSB 的反應 就是他不覺得新鮮的 他現在反而對於 在稍微前面的 CSA 的刺激 他會覺得 欸 有Response 在 量的腦電波 其實也是這樣的行為 對於 Reinforce 而已 就是說 在相近的刺激之後 有前面的新刺激 產生的時候 對舊的刺激 誰後的 他就 反應就會大量減少 會對新刺激起反應 所以他這個也只有 Percent 就是他有先去 對 對 他這個是有先後關係 就是這邊有沒有 Overlab 然後前後 哪一個先哪一個後 這是有順序的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你一開始的時候 比如說剛剛講的這個是 搖鈴鐺這件事 你先給狗搖鈴鐺 那最早是這件事 拿食物給他 他就會分泌拖液 就會流口水 然後開始給他一個 Condition Stimulus 我在給他 食物之前 先搖鈴鐺 所以 Trainings Low 狗只要聽到搖鈴鐺 他的反應就會很激烈 實際測他的 腦的相關位置 其實只會看到 他的神經活動 就會變大 那 這個時候呢 我在搖鈴鐺之前 比如說剛剛講的黑布 那 先遮黑布 然後 再搖鈴鐺 然後 然後 對 那 這時候呢 你只要黑布一下 他就知道有食物了 所以他這時候大腦就會開始反應 等到搖鈴鐺的時候 他反應就行了 因為他前面已經預測到 接下來會有食物了 那 有一個實驗 我不曉得 剛剛有沒有講 有一種狀況是 你給他黑布 OK 然後再搖鈴鐺 之後 沒有食物了 那 這個時候 也會 在之後 會產生一個巨大的反應 因為 跟他 prediction 不符合 對 所以這張圖 是黑布完以後再搖鈴鐺 可是剛剛 下一張 下一頁是黑布跟搖鈴鐺同時 那這樣子 之後 同步同時 那下面那個圖 為什麼是 為什麼會長不掉 這個是有overlab 然後比較長 因為你 這邊的CSB 應該是後加入的 不是原本 應該是 應該是後加入 應該是後加入 看了之後 就是A是黑布 A是後加入 就是跟剛剛的實驗一樣 只是A的實驗比較長 不一樣 一個有重點 一個沒重點 我的意思是 他的地位 如果是跟鈴鐺一樣的話 可能是要兩個獨立 獨立先訓練 再來 他不是想要老亂嗎 想說老亂他之後 會對原本的訓練造成什麼影響 所以他的目的不是要遮起來 他的目的是跟鈴鐺同樣的地方 對 他其實黑布他只是擺在旁邊 擺在他視前面 他並沒有要在他面前的畫上去 好 那就只要老亂他 對原本的 他已經訓練好那個 的方式 對 這裡老亂是AI這麼多 就是先訓練好了 嗯 照你接著的說法是 我有看過那細節的話 那這個 這整個的精神 其實就是 原本的刺激 後來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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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強化的效果 原本的刺激 會減弱 那是說 後來這個B的刺激 會更強 他有猜明的關係 基本上呢 如果後來的刺激 是有作用的 原本的刺激 就一定會減弱 對 其實真正的 RELIEFOL的演講 就是 你的PREDICTION 結果 跟實際的 outcome 是不一樣的 他一定要做 立即修正 不然 不然 他就不叫 RELIEFOL的你 所以他這時候 必須要修正他物差 嗯 那 這一頁跟下一頁的差異 那 我們得到的結論是說 重疊的話 反而 A部的效果就會降 不重疊的話 黑部的效果會增強 B是領當 A是黑部 所以 結論是說 對 結論是說是這樣 就是 就是他重疊的話 會降低 降低 黑部的效果 對不起 我這邊寫錯 他是降低那個鈴鐺的效果 不重疊的話 是會增強 不重疊的話 是會 不重疊 這個 這個 這個不重疊是講那個 中間還有在三個 這樣 他不重疊的話 他是會 增強 黑部的效果 重疊也有 他是後來進入的 你看 下一個 他那個重疊是從 兩秒以後才開始 結論 重疊是重疊這顆重疊 這個是 這個是下 B那個刺激 是從兩秒以後才 對對對 他是先刺激 所以才造成 A的下降 對 這裡的下降 下降是A 對 然後 好像真的就擺了這個 左邊這個 是比較之重 對對對 這 這 這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你就是 CSV 是 對來講 是一個 比較新鮮的 你看這個 持續很久 然後 然後再突然一個 新的刺激 你就 對人而言 你會注意到這新的 而不會注意到 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了 人是這樣 動物人是這樣 那 林 他其實也在強調 這樣的學習方式 所以 這部分 這部分 不是普遍的 不是一個 是一個 對動物來講 都需要普遍 因為 因為這些都是在 動物上面做實驗 他需要一段時間 才知道 你要他幹嘛 因為 他 以動物來講 比如說 以食物來講 他原本不曉得 這跟食物是有關係的 所以他需要 訓練一段時間 才了解 這之間 是有什麼關係 你把他對應 有點像 舒爾來的你 你不給他 餵一些東西 讓他知道 對應關係 他原本是不知道 這彼此是有關係的 就像他剛剛講的 那個叫做 Secondary Stimulus 他不是直覺的 你剛開始 看到食物是直覺 跟搖鈴鐺 你開始只是 第一次搖鈴鐺 他不曉得 這是跟食物有關的 他也是要訓練你一段時間 幾次之後 他才知道 搖鈴鐺 其實對應 接下來的食物就會來 我是指說 像這個圖 看起來 時間是overlap 那是不是說是 蓋黑布 然後跟搖鈴鐺 時間重疊 他其實是一起勸 他是一起勸 但是 時間上是不一樣的 相當順序不一樣 但是 就我所知 如果你是一開始 只有上面A CSA 那 CSV是後來才加進去 那他對CSV的反應 就會很劇烈 對CSV的反應 就會減弱很多 就是對於新的刺激 它對於新的刺激 它才會產生一個真正的 真正的 就是unpredicted 你這個部分不是你原本的predicted 是在你的predicted之外的 那這就產生很大的error 所以你要去收斂這個error 對 那這實驗其實有很多的狀況 不然 先做CSV 再做CSV 或是兩個同時做 然後有overlab 沒有overlab 情況都不一樣 那有剛剛講的barking 細節 因為我只讀過 裡面的細節 我有點忘記了 其實這幾個都是先A在B 對啊 後面兩個才是先B在B 不過沒關係 我等一下再看一下 你們跟大家講一下 是不是 OK 然後再來是 再來這個 就是先predicted B 這個predicted B之後 對 這個predicted B了之後 B是被predicted 就是那個鈴鐺 然後他A的時間比較長 這比較像是 我們剛剛在討論那個 就是 A的那個 A下降 A被拿出來之後 B 被predicted之後 他會下降 這比較像是 剛剛那個 對 然後 他的barking 反而被引出 簡單講的鈴鐺越來越美像 因為那個A 存在的時間比較長 對他來講 刺激也比較好 對 然後 然後 這個就是剛剛 那個Jason講的 就是他完全沒有食物出現 就是 咬鈴鐺在黑部 都沒有 都有出現了 但是他就沒有食物出現 所以 他有predicted的那個咬鈴鐺 但是 黑部出現 那個鈴鐺有出現 但卻沒有食物 這反而會這樣 就是 他到最後去處於一種 就是降低 然後收斂 收斂這個人 就是因為他發生錯誤 他有發生錯誤 然後他就去把那個錯誤確證 結果你知道這兩個出現的時候 他其實是沒有 他其實是沒有食物的這樣 這樣 對啊 然後那個 有關於這幾個 就是我們去再整理一下一個答案 這樣 不好意思 然後 然後 OK 這就大概這四種 四種他們實驗出來 就是跟RW model 裡面最不一樣的幾個點 就是讓他有那個 一些secondary的一些 就是stimulus 然後可以有不同的答案 這樣 然後最後是這樣 就是這張圖再講一個 剛剛我們一開始講到三種不同的 不同的實驗法 然後就是那個 就是連續刺激 然後刺激會逐漸提醒的那個方法 就是右邊這個 然後他的刺激 連續的一次性的刺激 這樣子 就是中間這個 那 他出現的嗎 他都會這樣 就是 就是 會發現 這個 左邊的和右邊的這兩個 相對比較像 所以他們講 這三種你在做實驗假設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 因為他們 他們三種的 刺激的假設 會有很大的實驗結構差異 就是 對 所以大家要 就是要去遇到 我們在選一個 刺激的方法的時候 會去遇到哪一種方法 然後 當然是右邊這種 比較接近真實的方法 然後再來講到的是 TD Model 就是 TD Model 他比較像是 他可以反映出那個 動物在學習自己的時候 一些比較細節的東西 然後 他也比較像是那個 就是 就是 像是那個動物的 就是 然後 然後 他最主要 希望做到的事情 是 比較長時間的 就是 長時間的 預測 所以他會帶有 時間的考量 去做到這種事 然後 當然 他還有一些 需要增進的地方 譬如說 那個 他要一些更細節的東西的時候 他就會需要一些 其他模特兒來 來輔助 像是剛剛那個 Jason講的那個 Value Function 這些東西 來輔助 然後 然後 還有 包含他的那個 他的 就是 就是 Aero Correction 的一些東西 需要 因為他的 Aero Correction 的假設 是建立在一些 裡面叫什麼 LMS 建立在一些 比較基本的 假設上面 所以他說 你假如要想要 有更detail的 TD Model的時候 你可以 你可以加一些 Model進來 然後 再來講到 Instrumental Condition 就是 Operal Condition 那 他有講 他 這個作者也講 他說 他為什麼直接用Operal Condition 是因為 那是 那個詞意上 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就是 Operal Condition 是 底下的其中的一個概念 他是這樣解釋 就是 他是 Instrumental Condition 那個 Model底下的一個概念 然後 也是 突然的一個概念 但是他們基本上 已經現在 幾乎已經被 就是 被講成是同一件事 那 他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他就是 你直接